看来李小峰和刘凯威相恋这件事对小糯米来说伤害太大了 刘凯威的父亲刘丹在接受采访时含泪爆料 小糯米的心里出现了问题 在刘凯威在谈恋爱这段日子里 小糯米情绪非常低落 经常躲着家长自己在房间偷偷哭泣 为了不让家长发现 小糯米经常半夜不睡觉裹着被子偷偷抹眼泪 直到被刘丹发现后她才敞开心扉 原来小糯米是想妈妈了 想让妈妈来香港陪陪她 这一幕也让刘丹彻底心软 其实在前不久杨幂还去过一次香港 也是专门飞去陪小糯米的 可是在众多杨幂买了很多玩具抵达香港的报道满天飞时 刘丹却识口否认 这已经不是刘丹第一次抹黑杨幂了 但这一次她终于放下面子求杨幂复合 看来是真的心疼小糯米了 之前在接受采访时刘丹还乐呵呵表示 小糯米很喜欢李小峰 这无论是对小糯米还是杨幂都是心灵的伤害 刘凯威父亲求杨幂复合 网传小糯米心里出现问题 杨幂听完都落泪了 杨幂及时在得知刘凯威有了新欢后 便开始担心小糯米的状态 她也多次想要把小糯米接回北京 但都被刘家拒绝了 并以小糯米喜欢李小峰来搪塞掉杨幂的建议 这也让杨幂非常难过 有时候在节目上谈到一些家庭问题时 杨幂还会偷偷毛眼泪 很多人猜测 依照大秘密的性格 她一定不会同意刘丹和刘凯威复合的 她是一个不吃回头草的人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为了小糯米可能杨幂真的会牺牲自己的幸福 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心疼杨幂有这么一段糟糕的感情 不可否认在当时谈恋爱和结婚时 两个人是非常恩爱甜蜜的 那时候杨幂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宣布恋情甚至结婚都是很冒险的行为 但她还是不顾一切的这么做了 当时的她真的很爱刘凯威 她多么憧憬一段健康幸福的婚姻 可惜这一切全被夜光剧本扼杀在摇篮里 可能没有刘凯威的夜光剧本 她们的婚姻就还能继续走下去吧 但这一切毕竟都是发生了的事 作为父母的她们 当务之急就是好好照顾小糯米 父母离婚伤害最大的还是小孩 她们的姓名还是非常脆弱敏感的 但现在传出了小糯米的心理出现了问题 刘凯威的责任是最大的 在没有考虑小糯米心理想法的时候 就再去谈恋爱 而爷爷在镜头前甚至已经说到结婚的事了 这对小糯米来说完全就是晴天霹雳 自然想要投入常年无法见面的妈妈杨幂的怀抱 这对小糯米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吧 可能杨幂不会委屈了自己复合 但也可能为了小糯米而复婚 屏幕前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